我們剛剛呢 忘了把這個部分講了 就是說 ActivePlanet如果你做好了 左上角 它一開始我們打開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一個專案 你可以來這邊做一個儲存 那麼存好之後呢 你要怎麼輸出 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導出 就是從這邊 那我剛剛有講過就是 這套軟體的話 它的輸出其實有很多種 因為它本來就是拿來做數位教材用的 那麼你輸出的圖像啊 視訊這是完全免費 所以不會有任何什麼 伏水印啊 功能限制 那麼右手邊這些呢 就是屬於它的付費功能 如果你用這邊的輸出也可以用 可是會多一個就是伏水印 應該是在右上角這樣子 就是有他們公司的這個 軟體的伏水印這樣子 但是功能還是都可以用的 都是全功能這樣 OK 所以我現在輸出視訊 按一下 它就跟你講你看 預設的輸出視訊是不是MP4 對啊 那待會兒呢 就照什麼 就照這個順序 從這邊 往下 上一直播 跟我們簡報一樣 就這樣 你看我才幾分鐘 1分鐘 33秒加56 大概是 3分鐘不到 對不對 所以 您可以用這個方式 幫我們把就是 OBS錄好了 來這邊做簡單的簡介 這樣OK 為了你 我要留兩分鐘 欄目 還會移到你家 這樣可以嗎 好了我就讓他這樣出去就好了 好這出去需要一點點時間 但是看你影片的長短 好看影片長短 這樣 大家對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 如果你回去要看的話呢 從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 演習錄影片 那如果 今天錄影都順利 我應該也會放到YouTube上面去 好 各位就可以再參考一下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